那晚草原上的蒙古贵族啊 压根都没准脾气 今儿个亲这个 明儿个亲那个 这萝卜藏丹僧一想啊 既然大清朝 你对不起我 干脆老子呀 烦你奶奶个嘴的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接着上文书讲 继续讲着年庚瑶和雍正的故事 很多朋友 我想已经在前文书当中 能听出这雍正和年庚瑶 两个人的性格了 这两个人啊 虽然有主仆之仪 又有这个狼旧之意 但是这二位啊 是完全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这年庚瑶呢 性格张扬 自比大英雄 在他心里啊 是自许自己为孤臣的 也就是说这年庚瑶认为啊 我既然有本事 就不用把谁放在眼里 把自己的事做好了 就不用搞着皇上 可这雍正可不是这种脾气 四阿哥在做皇子的时候 康熙晚年 他总结出来的夺敌对策 就是绝不能张扬 所以啊 他极致压制自己的情绪 后人说的这会儿啊 韬光养晦 就是这么来的 终于登上皇位以后啊 一下子 情绪上就得到了宣泄 雍正的个性啊 还是比较羞涩的 尤其呢 是与人面对面的时候 但是呢 他也有张扬的一面 尤其是啊 与陈子 与兄弟写信交流的时候 这语言夸张大胆啊 几乎是前所未有 并且他也希望 他的陈子对他也是如是 大胆一些 放开一点 来夸自个儿这个皇上 陈子无论是有了功绩 还是立了功劳 他都愿意陈子啊 把这些功劳推到他的头上 显出来呢 都是他领导的艺术 当然 这样的陈子啊 雍正也亏待不了他 在别的地上找琴呗 可是这年庚瑶的性格呀 不允许他这样 他呀 是自己有了功劳 就会和皇上表公 和全世界显辈 生怕谁啊 把他从功劳部上抹杀了 这两种性格碰到一起啊 陈子没有功劳的时候 还好说 一旦这陈子能够建功立业 那这关系 岂不是就要走到头了吗 这老天爷呀 他是看热闹 不先事儿大 他就偏偏给这雍正皇帝 与年庚瑶 这一对君臣 制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在康熙晚年以后 青海西藏地区 是谁在实际控制呢 一只呢 是以达赖喇嘛为主的 藏区势力代表 还有一只啊 是蒙古和说特部 他们的头人啊 叫顾史函 是明末呀 就迁居到青海地区的 在康熙年间 和说特部蒙古啊 是和这个大清国朝廷交好的 康熙朝 一直册封 和说特蒙古的头人 顾史函的后代 为亲王 和说特蒙古 也对得起大清朝廷 在几次评判 嘎尔丹的过程当中 这个部落呀 都是派兵派人 拿钱拿粮的 到了康熙六十年 大将军应提 评判了青海 策望阿拉布坦的叛乱 这会儿 清朝政府 就对蒙藏政策 有所改变了 尤其是在青海西藏地区 原来在这个地区啊 说是两方势力主导 实际上啊 和说特部 一支作大 这藏人啊 根本打不过蒙古骑兵 但是到了现在呢 这一场战争下来啊 大将军引提 护送达赖进藏 俨然着清朝政府啊 就和达赖的势力 更加亲近了 于是康熙爷就做主 把整个藏区的管辖权 交给了达赖政府 这个时候 和说特部蒙古 心里就有点小孩拉屎 他别别牛了 现在部落的头人啊 是亲王 萝卜藏丹增 我补充一下啊 我念习惯了 我念不出 萝卜藏丹经 一张嘴就是萝卜藏丹增 您尽管去查史料啊 这两个名字都有存在 不酸醋 这萝卜藏丹增 本来心里就不宣分 谁想啊 这大战以后 清朝政府 说是要表率 战争当中的功臣 于是啊 就把这个 萝卜藏丹增的侄子 查喊丹经 封为亲王 这一下子 一个部落里 就出现了两个亲王 明显是 把这萝卜藏丹增的权力啊 给分化了 那碗草原上的蒙古贵族啊 压根都没准脾气 今儿个亲这个 明儿个亲那个 这萝卜藏丹增一想啊 既然大清朝 你对不起我 干脆老子呀 烦你奶奶个嘴的 于是他借着自己 在青海西藏这个地区啊 势力最大 他就会蒙了 强行的废除了这些 蒙古贵族 清廷赐予的绝号 并且开始攻打 那些不参加会蒙的 亲清廷蒙古部落 那么说这中央政府 怎么就不派兵镇压呢 这会儿中央政府啊 还真顾不上 因为这会儿的北京城啊 正是康熙皇帝驾崩 雍正皇帝继位的当口 于是也只能先派遣 驻守西宁的一位兵部侍郎 叫长寿 到萝卜藏丹僧的军中去宣誉 以主从关系的口吻 命令萝卜藏丹僧罢兵 哎 这开宫他哪有回头见啊 萝卜藏丹僧真有出手的 他是笼子宰猪啊 压根就没听他哼哼 不但如此 还直接把这长寿啊 就扣在了军中 作为了人质 雍正八年的十月 新军已然登基啊 快一年了 算是在这朝堂上站稳了脚跟 于是这雍正皇帝就决定 是 收拾萝卜藏丹僧这头狼崽子的时候了 可是谁去挂帅出征呢 这才是摆在雍正皇帝眼前最大的难题 他是绝对不会让那个自己的十四弟 前任的大将军王允提去搬这个差事的 那无意是放虎归山啊 那么除了允提之外 还有别的人选吗 当然有 一位啊 就是现任的福远大将军 严信 还有一位就是川山总督 年庚瑶 按照朝中多数众臣的意思 那么这个严信呢 比年庚瑶要合适的多 因为在这青海大军当中啊 有很多的八旗兵 汉人统领八旗兵丁呢 首先就有一个难服众的问题 其次就是这汉人在外统领大军呢 会不会心生异端呢 这通常在外领兵的 那不是皇室 就是外戚 说到外戚上 这年庚瑶也不算是正经的外戚呀 因为当时啊 朝廷当中普遍认为 只有皇后家的亲戚 才能算得上是外戚 其他嫔妃的亲戚啊 那根本告不上外戚这一胆 那么这严信和年庚瑶 二位的实力又如何呢 要说能打硬仗啊 还得是这严信 康熙58年 这严信呢 就作为北陆军的主将 率军从青海入葬 就是到现在 咱们常常自加油的朋友啊 也都知道 从青海进葬 远比从四川进葬 难度要大得多 唐古拉山口 昆仑山口 据说这些个地方啊 风吹的站不住人 那是好天的时候 那要是恶劣天气什么样啊 据说大风的时候啊 这石头担子 能从地上滚起来 不但如此 在这条路上 严信的部队 还受到了准改二部 阻力的阻击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 严信还是带着自己手下的八旗兵 第一波攻进了拉萨 拿下了那场战斗的手攻 就连这康熙皇帝啊 都曾经下职表彰严信 经自古未辟之道 燕仗恶西 人际罕见 身临绝育 兼以丑类 永略可嘉 封严信 为辅武国公 这雍正一上台 又加封严信 为贝子 这年庚瑶的优势又在哪呢 您别忘了 年庚瑶在做四川巡抚的时候 就经常拍戏做到藏区 去探听藏人 以及蒙古诸部的动向 他对这个对手 萝卜藏丹僧 是相当了解的 当年作为文官 年庚瑶主要办的差事 就是促进民族融合 抓的呢 就是民族问题的工作 不用猜也能知道 当时朝廷在藏部 以及蒙古诸部 安插下的所有细作 都应该只属年庚瑶领导 指挥八旗兵上 这年庚瑶可能有些难度 但是 大军当中多数都是 陕甘四川一带的绿营兵 这些兵兵 本来都是川山总督 年庚瑶的属下 那些前来援助的吐司兵 更是 是川山总督 年纳将军 马首是瞻 在这些吐司兵眼里 别人的话 那就是放屁 所以 在指挥权 以及力度上看 这延信呢 指挥的部队 比较精 这年军们指挥的部队 那比较广 所以从这方面看 二人各有利弊 那么 从政治层面分析呢 这延信头上啊 始终摆脱不了 有一顶和八野党 关系密切的帽子 在皇上心里啊 这年庚瑶再怎么遮 他也是自己的大舅哥 这年庚瑶 自己心里认为 自己是前朝重臣 咱们啊 在这暂且不论 但是皇上心里认为啊 这年庚瑶 可是本朝的新贵 于是这雍正皇帝 一拍大腿 做出决定 用年庚瑶 不用延信 为了安抚延信 朝廷下旨啊 把严信从贝子 又升到了贝勒 哇 这了不得了 再往上可就是封王爷了 那么总得给 年庚瑶接管 大将军印信 找个由头啊 雍正皇帝呢 何等睿智啊 这种由头啊 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说找啊 就能找出来 而且呀 不是一个 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得从严信身上找毛病 纸意里 他写的清楚啊 严信 办理一二事不当 且严信为人 敦厚迟钝 心意南州 恐恶事迹 故令年庚瑶 掌大将军印 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川山总督 年庚瑶 在当时 已然在战场当中了 进入了敌军的腹地 在西宁附近 已经抢夺了 这场战役的心机 所以这会儿 把大军交给年庚瑶统领 那也是迫不得已 这皇上都费尽心思 给这年庚瑶做将军找了理由 那么这年大将军 可就要闪亮登场了 就在雍正八年十月 雍正帝正式任命 年庚瑶为抚远大将军 率大军驻守西宁 与叛军 萝卜藏丹增 正式开战 这会儿的老年啊 了不得了 成为了清代历史上 第四位汉军旗的大将军 这前三位都是谁啊 说起来啊 没一个闹着好的 大将军孔有德兵败自尽 大将军乌三贵尚之信 后来啊 雍兵造反 也被平了三藩之乱 有这么一件事呢 咱们今天不会细讲 在以后啊 讲清朝 与喇嘛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咱们再展开聊 不过咱们既然讲到了清藏之战呢 咱们就必须得提一句 在雍正皇帝 选择老年为大将军 众多条件当中 有一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啊 对喇嘛教的处理态度 这喇嘛教呢 始于藏族 正硕也攥在藏族人手里 但是自元朝霍贝列开始啊 这蒙古王公是笃信喇嘛教 这喇嘛呢 他就有好有坏 促进满蒙藏民族融合 其中作为说客办好事的 是喇嘛 但是从中挑拨离间的 他还是喇嘛 雍正皇帝 就曾经给年庚瑶下过一道秘址 秘址上面的意思 像小编我这种木纳的人 都能读得懂 可是这年庚瑶啊 他好像没读懂 这秘址当中就曾经提到 皇教无可谓不堪之处 一言难尽 到处皆然 而蒙古乐坛 提一教字 拼命舍生相为 内地这些不堪的贼喇嘛 而趁此机会 当初祭祝好 但必有词 千万不可 单荼毒喇叭之名 以含众蒙古之心 而须全巧不露 以坐没奈何之景处 以示众 皇上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喇嘛呀 不堪的地方太多了 可是这蒙古人啊 却笃信喇嘛教 你要跟他一说 这个教不好啊 他就能跟你拼命 内地的那些贼喇嘛 他指的内地呀 就是青海西藏 甘肃等地 贼喇嘛呢 就是说的那些 挑唆满猛关系的恶僧 你年刚要摔大兵在西北 瞅准的机会啊 是能杀就杀 不过有一点 是一定得记住 杀他们呀 必须得找出 确实的借口 千万不能在那块啊 担了这个 荼毒喇嘛的恶名 你得表现出 是让这帮孙子 挤兑的 实在没办法了 才杀了他们 这句话的原文 我最欣赏 做没奈何之警 以示众 您看了吗 这就是雍正皇帝 对喇嘛教的民族政策 康 雍 钱 这三位皇帝 都是高超的政治家 他们对喇嘛教啊 都有自己的看法 以后咱们讲到 清朝政府和喇嘛教的 关系的时候 咱们再细细的 给您掰着 可是这亲命 服援大将军 年更摇 他是这么办的吗 哎 差点 著名的叛军 十一日围城之后 这年大将军 刚刚输了一口气 立刻就拍自己的亲信 副将岳中旗 突袭了青海的郭龙寺 这郭龙寺啊 今天还有 叫幼宁寺 是青海一带的名刹 香火旺盛 且地势险要 这寺内啊 有僧人几万 广僧兵就有万余人 这郭龙寺的僧人啊 向来给萝卜藏丹僧交好 这萝卜藏丹僧 刚一叛乱 他们就跟着反了 据说围攻西宁的大军 当中啊 就有这帮贼和尚 月中旗带领八旗部队 冲入四中 一通鸟枪啊 这贼喇嘛 就死了大半 剩下一半 跑到山中 也没落好 都被堵在了山洞里 用草木架火 全给熏死了 皇上接到这个奏报之后啊 虽然嘴上说 慎在礼 石可家 大喜畅快 可是这背地里啊 这雍正皇帝心 可就提到了嗓子眼 为什么 因为这与大清国以往以来的民族政策是有伪的 这年庚瑶的胆子也太大了 我给他的信他是读懂没读懂啊 不过转念又一想啊 这些喇嘛 也只有像年庚瑶月中旗这样的汉人去整治一下了 如果换成允堤 或者是严信来指挥部队 不及组织 就不会有这种雷霆的手段 那么解决当地民族关系这件事情上啊 又会回到原点 那是西瓜皮擦屁股 没完没了了 所以这年庚瑶和这月中旗 既然把事已经办下了 干脆就是支持 咱们殊不要麻烦 大将军年庚瑶率领大军 气着咔嚓 自雍正元年十月以后 到雍正二年正月 几个月当中 就把青海当地西宁周边的小谷贼寇是一扫而尽 剩下的就是要和这萝卜藏丹僧决战了 依着年庚瑶的意思 是等开春之后 把大军调旗 以数万旗兵之中 与萝卜藏丹僧开始决战 这会儿的西宁啊 他兵力并不是很足 可是这月中旗月军们有不同的看法 他把他的自己的意见啊 就和大帅禀报了 他说这来年开春之后啊 草原返江 马线淤泥 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军队作战 并且呢 这草原本来就广阔 等到这水草长起来 更是给寻觅叛军主力决战 增加了难度 您这会儿想休养生息 那叛军也是这么想的 那不如啊 咱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这末将愿意统领五千精兵 分三路突袭 卢伯藏三增的大营 这样啊 一战就可以把叛军击败 年庚瑶听了月中旗的奏报之后 觉得有道理 于是二人决定一计而行 雍正二年二月 向卢伯藏三增发起总功 在青海湖喊了河畔 大败卢伯藏丹增主力 据说这老罗换上了女人的衣服 才从乱军中跑了出来 把自己的所有亲信儿女 以及母亲 都扔在了乱军中 被清军俘获 只带领几十人 跑到了耶利 投奔了准加尔布蒙古 这次大战呢 打的那就一个畅快淋漓啊 清军部队只用了15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次战役 并且打了个大胜仗 年庚瑶后来获罪赐死 这清朝的官书 也不敢小瞧了这场战争的功绩 官书所在 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也就是后来啊 那些傻了帽的编剧们啊 才敢把年庚瑶写作 对决战是一拖再拖 至此清军大胜 清海大劫 这老年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 从宠臣变成了贵族 又从这贵族啊 一下子就跃居到了功勋贵族的地位 哎 这匹极了太来 太极了呢 那匹来 正所谓人生无常 精彩回目 就在下回 咱们得好好的说一说这年庚瑶 之死